这一眼对是给季明书带来的尴尬 丝毫不输几小时前 岑森壮破的浴缸嗨歌 岑森好像和他想到一起去了 忽然问 看我干什么 让人群下称臣的仙女 他说让人群下称臣的仙女 这九个字时语调很平 但又有很短暂的字间停顿 有点像高中那会儿被古文 只不过 他的声色附属 本身就带着一种似有若无的羞辱感 季明书反应稍慢 一时也没想到怎么接话 岑森也不知道哪来的闲心 又说 称呼没叫对吗 或许你更喜欢颠倒众生的仙女 季明书 他这人就是太好心 才会幻想岑森这种人冷嘴见的衣冠禽兽 会因为复杂的家庭关系 有片刻郁郁 他身体坐直 面无表情道 会说话你就多说点 岑森没有如他的意 视线默然转回前方 静止吩咐司机回明水公馆 一路没再开口 明水公馆分为环水别墅区和湖心别墅区 岑森和季明书所住的第13栋 正是湖心别墅 有专门修建的宽阔桥梁 通往私家停车场 桥边还设有少岗亭 有人24小时轮班站岗 安全性和私密性极好 车扶一停下 季明书就拉开车门率先下车 紧接着头也不回 登登登走远了 他的背影恶挪有致 还很有气场 隐形人周嘉恒 默默在心底评价一字 撒 季明书回到家 快步上至二楼 锁好卧室房门 还在想岑森等会儿来敲门的时候 会不会说几句软话 可等他卸完庄 楼下也没听见半点动静 他走到阳台 恰巧看见岑森的座架 缓缓驶出湖心别墅 紧接着 一辆低调的帕萨特 也跟着驶出 开帕萨特的是岑森的贴身保镖 他的保镖 素来是三班轮值24小时 寸步不离的 也就是说他走了 后知后觉反应过来 季明书立马打电话过去质问 你去哪 岑森声音清清淡淡 我还有个局 你先休息 不用等我 谁要等你 有一瞬间 季明书以为自己听差了 这狗男人还指望他做 纯情的忘符石吗这是 他怎么就这么敢想 真是符 他毫不留情地撂了电话 可撂完后 他又开始后悔 挂这么快干嘛 他该不会误以为他这是心虚吧 季明书越想越觉得可笑又可气 臭不要脸 长得不怎么样 想得到还挺美 他扔下手机 回浴室贴面膜 贴着贴着 他忽然一顿 不对 他好像也不能画进长得不怎么样的范畴 首先 他是真的不属于这个范畴 其次如果非要把他画进这个范畴 岂不是在侮辱他自己的神妹 这么一想 更气了呢 另一边 将继大小节送回明水公馆后 曾森又吩咐司机开往和拥会 和拥会是私人会所 坐落于瑞英路的领事馆旧址 相较于其他的高档会所 他比较特别的一点是 不开放入会申请 只会主动向金户两地的部分名流 抛出橄榄枝 曾森晚上在这有个局 约了人坛西郊景区的配套酒店开发事宜 正是华登初上之时 整个帝都在昏暗夜色里 泛起了炼焰灯火 遥望长安 东风夜放花千树 这座城市好像总带些热闹又孤寂的美感 曾森没往外看 回国后一连多日应酬 铁打的人也会感觉疲累 他双手滴滴地环抱在身前 靠在椅背上和眼休息 也许是因为大脑始终处于高速运转状态 这会儿想要短暂放松也很困难 他脑海中不受控制地跳过很多画面 一时是小表妹惊慌地说对不起 看着碗中排骨不知所措 惶惶又稚嫩 一时是曾老太太对着记明书笑容满面 转头看她却下意识多了几分客气疏离 还有小姑曾迎双提起曾阳时满凉亭的寂静 那一瞬间 她忽然想起又是从星城辗转帝都 第一次走进南桥胡同时的场景 也是这样很多人很安静 有些事已经久远地像发生在上个世纪 大家默契地坚口不提 不是因为它已经过去 而是因为它永远也过不去 周嘉恒坐在副驾 看到后视镜里 曾森眉头微醋 休息得不慎安稳 她自作主张 调出手轻柔舒缓的小调 窗外交通灯油红转绿 合着昏黄路灯斜斜 打在半开半眼的车窗上 像是怀旧的光运 朦胧跳跃 曾森久违地有了些些睡意 可不知怎的 她脑海中忽然又蹦出记明书 在浴缸里唱歌的样子 一想起那个画面 那几句自嗨的歌词 也像配套设备般 开启了3D环绕模式的循环播放 星点睡意疏然消散 她揉了揉眉骨 莫名清沈 入夜风凉 站在和雍会门口 张宝舒抬头看了眼 荧光流动的门头 不自觉拢了拢手臂 轻轻色缩 她今天是被临时抓壮丁 顶替经纪人手下一位 出了突发状况的知名女星 前来应酬 经纪人千叮咛万嘱咐 让她好好把握 可出门前又颠三倒四地和她说 不会说话的话就少开口 那不开口还怎么好好把握 张宝舒有些不解 又有些纳闷 何雍会等闲难尽 有了张大公子点头 穿旗袍的女士颖 才笑盈盈地引她上楼 她捏紧包包肩带 不动声色地好奇打量 也许是因为何雍会的前身是领事馆 里面装潢中西交融 既有小桥流水缠缠 也有留生机和油画 神奇的是 置身其中 并不会有半点违和感 她要去的包厢在三楼 有个雅致的名字 叫南科一梦 有钱人很喜欢取这种云山雾罩的名字 用以展现自己的品味不俗 张宝舒并不意外 包厢门推开 室内宽阔 一眼望不到全局 入幕是带自动旋转盘的大理石圆桌 上头有精致餐具和饱满玉滴的鲜花 半扇屏风为党 灯光往里变得朦胧幽暗 里头见货传来几声交谈 张宝舒走近时正好听到滴滴一声 还略带笑意 张公子 承让 张公子也笑了声 记牌我不如你 一把没出完的牌被盖在桌面 混合其他牌洗到了一起 见张宝舒来了 张公子烧一条梅 也没太拿它当回事 边洗牌边随口吩咐 给岑总点根烟 岑总 张宝舒下意识看了圈 在场六个男人 三个坐着三个站着 站着的看起来不像正主 坐着的除了他知道的张公子 另有一位中年领导模样的男人 不过人家身边已有女伴 还是新闻主持熟脸 剩下那位 张宝舒看清他的面容 墨地一正 这不就是零度晚宴那晚 给苏承那条珍珠项链抬价的男人 他记得的 叫陈森 见他扮上没反应 张公子不耐皱眉 还愣着干什么 点根烟你还要先沐浴焚香吗 张宝舒回神 忙完腰去拿桌上烟盒 这烟盒也是他没见过的 接不开推不开 陈森转头 很浅地扫了他一眼 抬手稍挡 不用 张宝舒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张公子看不过眼 伸出手指点了点 添酒啊 张宝舒慢一拍 又很被动地去拿养酒瓶 他平日还算机灵 不然经纪人也不会这么快给他上位的机会 可今天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莫名地手忙脚乱 慌里慌张 另外两名女伴看他的眼神都有些嘲弄 张公子的女伴更是特意选择在这时候展现自己的善解人意 翘起手指给张公子揉鹅脚 一圈一圈打着旋 酒红跳银色亮片的指甲在灯光下淋淋闪动 分外惹眼 张公子一边享受着美人服务 一边熟练地切牌发牌 还懒懒散散道 岑总 这不赖我呀 本来我是想叫新指挥过来陪你 可他经纪人说航班延误了 回不来 非给我塞这么一小姑娘 说是电影学院学生 当演了不什么校园片 还说人清纯伶俐 不是 这哪伶俐呀 他转头问张宝叔 你叫什么名来着 张 宝叔 呵 和我还是本家呀 真名 一直没怎么说话的岑森忽然看他 张宝叔摇头 一名 真名叫什么 张宝叔有点难为情 吞吞吐吐梅之声 岑森也不在意 目光移开了 又落到牌上 慢条斯里调整一手牌的位置 他的手轻瘦修长 握牌姿态也像在把玩艺术品 犹豫半上 张宝叔轻声答道 我真名叫张彦宏 说完 他耳根红了红 自己也觉得这名字实在是土到掉渣 果不其然 女伴们一听就忍不住笑 张公子更是直接吐槽 这名像是上的世纪的丫鬟 曾森道梅如此反应 只单声说 真名好 宝叔这两的字不适合你 明明是极其清淡的口吻 那两个字落在耳里 又平添出许多温柔情志 张宝叔一瞬正冷 甚至都忘了去思考这名字 为什么不适合自己 后半程男人谈事 张宝叔听不懂 也没听进去 就好像是鬼迷心窍般 心痒痒的 胆子也莫名大了起来 给岑森道晚酒 他又乖绝地坐到岑森身边 时不时递递东西 当时帮衬 张公子先前看不上他 这会儿到底来个还挺懂事的眼神 西郊景区配套酒店开发的主动权 在军艺 陈森回国接管集团后 对集团目前开展和代开展的一众项目 做了调整 像西郊景区的酒店项目 对集团来说就是可有可无的积累 实之无畏弃之可惜 但对张公子他们的项目来说 知名高端酒店品牌的入住 对景区服务水平和整体定位的提升不可或缺 所以今天才有这场局 一方妄图保持元太继续合作 一方静等让利 但笑不语 酒足夜深 张公子说破了嘴皮子 也没从岑森手里讨着半分好 但合作不能终止 他不得已一退再退 到最后 退得胜条底裤 还得对对方千恩万谢 好像是求着人来挣钱似的 岑森和从旁帮衬协调的杨菊都已先行一步离开 张公子扯了扯领带 有些烦躁 见张宝叔还扭扭捏捏 扯着包包不知道该不该跟上岑森 他那把火烧得更旺了 冲门口扬了扬下吧 跟上啊 你哪来的蠢货 哥这里什么牌方 张宝叔又气又怕 但也不敢顶嘴 都是姓张的 眼前这个 张还轮不上他来得罪 他小跑出去 正见车童弯腰 为岑森打开车门 岑总 他鼓起勇气 喊了一声 岑森略略抬眸 张宝叔深吸一口气 踩着高跟快步往前 停在岑森面前 他捏紧包带 略显羞涩地问道 岑总 不知道您方不方便送我一程 我没有开车 不是 我没有车 说完他又立马补了句 不方便的话也没关系 那 我能和你加个微信吗 岑森轻笑了声 张宝叔悄悄抬眼 却发现他的目光是落在自己包上 这只包是经纪人借他的 像奶奶前两年的款 颜色款型都很好看 当然价格也不是他这种刚入圈的小艺人能日常负担得起的 岑森也对这只包包的颜色和款型记忆深刻 婚前那夜 记名书背的就是这只包 那夜醒来 记名书见身边躺了他 气得直接把包里东西倒出来 将包罩到了他脑袋上 还拽着他脑袋 让他这个夺了他真操的变态原地爆炸 岑总 张宝叔忐忑地又问了声 还小幅晃了下自己的手机 岑森回神 目光在他手机的微信界面上停顿了片刻 张宝叔原来不是那个书 他转了转无名纸上的戒指 提醒得颇为直接 不好意思 我已经结婚了 张宝叔稍正 一整晚都盯着他看 他自然不会遗落他手上的婚戒 只是他们这些圈子里的男人 结不结婚的又有什么重要 他下意识将岑森这声提醒 理解成了一种另类的暗示 虽然有些失落 但也在意料之中 安静片刻后 他自认为很有勇气地 抬起下巴与岑森对视 还直白道 我不介意的 我介意 岑森想都没想 你们学校入学 不需要文化分吗 这种理解水平 能不能看懂台词 张宝叔茫然地看着他 岑森上车 缓声道 长相气质 学历背景 没有一样 比得上我太太 你不如洗把脸清醒清醒 你不愿意的 抬起来 还有一个盘子 就是用来看的 以后 我们把μ做脸的 程度 可有舍 决定